赏樱花不必上山 在平地也能够一睹美景 乌日区西微里的花农张州府 在将近五公顷的园区内 种植了多达六十几颗的樱花 像是八重樱 州府枝翠樱 今年更种植新品种万里香樱 也是台湾唯一有香味的樱花 由于日前碰上寒流来袭 让花旗较晚盛开 到三月里左右都是最佳的赏花时机 赏樱不用跑到日本去 乌日的西微地区也有满满的樱花林 六十多种的樱花陆续绽放 相当的美丽 粉红色的樱花在枝头多多绽放 不管是合金樱 结樱 或是枝条自然垂下的州府枝垂樱 现在正直升开启 美丽花面让民众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到这个地方每年都有都会过来 今年来第二次 你来这里看你感觉这里有什么 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的地方再来 没收到那里咯 就我们啊 已经把蜂蜒到那个坐姿层 到我们的合金樱现在已经算大戏 8蜂蜒都大戏 在平地也能夠欣賞到櫻花 細微里的花卉園區裡頭 種滿了60多種的櫻花樹 不論是池邊小橋流水的櫻花林 或者是整條的垂櫻林道 都美不慎收 也只今年更種植新品種萬里香櫻 也是台灣唯一會散發香味的櫻花 預估元宵節前後就會盛開 它的秋天很漂亮 它是一個月灰 昏海幾歲 它是白色 萬里香櫻 萬里香櫻原宵節盛開 台灣唯一會香的一個瓶頸 業者表示 由於日前接連兩波寒流來襲 氣溫漏降到10度以下 冷度把花包保存住 花期比往年稍晚 花期一直延續到3月底 想要賞應的民眾 可得把握接下來的假期 接著來秋風 陳昭安 台中參謀報導